這支台湖差不多七十多 他的跨度 不是更多跨度七十多的風景 PM10差不多七十多了 在這裡 這麼小的 講師在台前以一根頭髮為例 來解釋著什麼是細懸浮為例 也就是PM2.5 讓台下的銀髮珠 能對空氣污染 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這次避風社區發展協會 與縣政府環保局合作 邀請大學教授來到社區宣導 如何減少空氣污染 以及PM2.5的產生 譬如社區是一個三中美的社區 每當年我們掛在外面的時間 像現在開始掛在外面的時間 就發現有的人會頭暑中暑 所以社區跟中興大學 來申請到這支科 最主要是跟大家什麼叫PM2.5 這個體型這個意識跟這個觀念 相對的他們是不是可以 不要再去燒中藏 還是說不要去燒本搜 社區很重要是環保這個區塊 如果有需要回收環保的 其實都可以幫社區來處理跟分類 可以好好保存到這個好的空氣 針對這次的社區宣導 應大部分的聽眾為營法族 講師也表示會先利用簡報 來讓大家瞭解到什麼是細懸浮為例 進而講解到造成空氣污染的事物 有哪些 再以營法族生活周遭的事件為例 來加深印象 跟我們社區的朋友們 來做一下這個演講 今天的主題主要是跟我們的這些好朋友們 介紹PM2.5 什麼是PM2.5 它的這個來源是什麼 有什麼樣的危害 那最重要的呢 就是要給大家宣導這樣觀念 就是怎麼去防護這個PM2.5的危害 還有就是我們如果從自身做起 那去避免我們自己呢 會產生這些PM2.5來危害大家的健康 以在鄉村的營法族來講 因為他們平常會接觸到比較多的農業廢棄物 比如說像稻殼稻桿 或者是這個樹枝 還有樹葉等等 所以我覺得他們比較容易產生這個PM2.5的行為 應該就是透過燃燒 燃燒這些被稻殼稻桿 然後還有這個落枝落葉等等 所以如果可以避免掉這些行為的話 我想鄉村裡面對於PM2.5產生的來源 應該就會減少很多 而避風是以種植稻米所為深的社區 在以往會在田旁燃燒農作廢棄物 這對空氣品質是一大危害 而中央政府也對此行為設法 採取危害嚴重程度來罰款 這本縣環保局是以寸島為主 未來也會進行開罰 請民眾要多加了解空汙的重要性 來以身作折 共同重視以及防護PM2.5 明星我寧軒 曹仁廠報導 我寧軒 曹仁廠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